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男时事通 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常客 首先是德州资深移民律师 保杰生先生 保杰先生好 主持人好 陈兄好 大家好 KCUNIT的董事长陈兄 陈克先生 主持人好 包律师好 大家好 我们刚才给包律师还聊了一会儿天 就是说德州进入到秋天以后 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我们说一夜之秋 中国人常说这句话 看到秋高气爽 森林近日 才感觉到季节的变换 同时我们也常常会感觉到 这种伤秋 感秋 而且世事变换 我们说这两年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感慨 比方说疫情的前前后后 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个人的生活 个人的生活方式 同时对一个家庭 对一个社区 甚至是对一个国家的国运 都产生了重大的改变 我最近也看到了一篇 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统计报告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也让我感到有一点惊讶 就是美国劳工部呢 这个8月份的一份报告 说是呢 这个辞职潮啊 正在美国逐渐的形成 光这个辞职的人数 这个这一个月的辞职人数就达到了4.3个million 也就是430万人 它比7月份呢 就是往往一下子就高出了24万2 这个数字呢 对我们来讲呢 也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啊 同时我们看到在新闻媒体上 各个不同的网站也好 这个报纸也好 经常会出现叫做这个The Great Resignation 这样的一个词 我们之前我们讲过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Great Depression 在这个美国经济上 美国历史上都有过这种情况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包律师 那目前出现的这种经济这个大的一个辞职潮 那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我觉得这个是疫情所带来的最细一波的波及啊 因为毕竟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待在家里一个月 两个月可能就度过了 就这样 但是后来这个疫情是越来越大 跨得越来越大 而且全球都沦陷 造成对于全球的经济有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美国 因为美国政府是没有及时的处理 所以造成我们大家被困在家里 穿着睡衣 走来走去都一年多了 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一脸串的一些影响 那么其中有个影响就是说 因为刚刚开始爆发疫情的时候 美国政府有救济金 那种unemployment 一个礼拜六百 一个礼拜三百 怎么样 就是说可以渡得过去 然后再加上美国政府是禁止房东 驱逐不付租金的租客 所以很多人就是住得也安全 吃得也安全 温饱 是take care 所以呢 有一长一段时间就在家里 穿着睡衣 看着电视 像这样 那么后来最近这几个月 这些救济金是慢慢没有了 然后这个 怎么说 驱逐租客也是可以回复等等 所以很多人是没办法 就是要回去上班 要回去上班 那我知道有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一直在说 为什么美国人不回复上班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有救济金好拿 你拿的这个钱 比出来社会上班的钱还要多 干嘛要工作 可是我们看到这两三个月 在各地方 这些钱就慢慢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 可是回复上班的人数 并没有回复到爆发疫情之前 甚至像你刚刚所说的 回去上班的人 结果辞职的也不少 甚至是利害最高的 为什么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也看了一些 主流媒体的报道 基本上各个经济师 是永远不会有一致的意见 我想这是很有名的 所以呢 很多经济师他们认为 其实为什么不回复上班 是多元化 并不是单一个因素 并不是说光是为了 有救济金好拿 我就不上班 其实是有很多架构性的因素 其中之一就是说 有一些人的小孩 还是在家里 有一些学区是还没有完全 回复正常的上课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 很多人就是疫情期间 不得不去工作 是那种所谓的 Essential 有必要的 一定要亲自去上班的那一型的 可能是在超市工作 可能是在医院上班 医生护士 这些人他们已经很累了 一年多了 很累了 所以有一些人是已经投降了 他就想 我干脆改行 我不要做这个 还有一些人就是因为 在家里一段时间 结果出来工作 结果发现 哇 这个很累啊 我要每天打着西装去刷卡 哇 这真的是很累的 所以有一些人是这样 那有一些人是因为 他们有一段时间 是在家里休息 他们也想一想 我原来的这个工作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 我要改行 也有这个因素 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的 我根本还没有开始去探讨的 一些因素 还有一些因素就是说 有一些人是家里 本来有双心的 其中有一个家人 可能因为疫情的过失 所以剩下的 能够出来工作的人 他光是去做原来的工作 可能这个薪水是不够的 但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有一个原因是 如果你出来工作 赚了太多钱 联究基金可能就拿不到 可能这也是一个因素之一 我想可能乘客 可能有更多的想法 但是我所看到的是这样 对 刚才鲍律师 总结了一系列的原因状况 同时按照我们的分析 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 我们看到职场是出现一个大的断裂 雇主不得不采取一些 怎么说呢 很多人失业 而且是做一些象征性的 对薪水的一些减免 为的是保住一些有价值的员工的 这种工作岗位 但是也有大家都乐观其见 说经过疫情的纾困 各个方面的就是 本来是指望大家能够重新恢复到 疫情前面的这种工作状态 但事实上没想到 现在却是这种情况 大面积的辞职的风潮 我想问一下陈兄 您如果看待这一次的辞职风潮呢 这个包律师刚才说了 其实就一个原因 都是疫情整的 一定是跟疫情有直接的联系 过去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经常有一句话 说你度假不能够超过两个星期 也就是说你第一个星期 公司觉得没有你不行 第二个星期觉得好像也可以继续下去 第三个星期你的桌子就被搬到窗口 搬到这个角落里去 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疫情实在是时间太长了 待在家里 所以人就变成了第一个星期 特别想回去上班 觉得这个公司跟我息息相关 我还要为公司贡献一段力量 几个星期以后觉得好像在家里也挺好 对吧 那么慢慢慢慢恢复了以后 实际上大家对这个公司和工作的感觉和感情 已经远远不如这个疫情之间 因为你习以为常了一些事情 所以突然现在要让你回去 再重新开始 就是说是过去的那种生活 你会不习惯 也就是说在这个当下 肯定会 就是说是很多的人 就是说是不想干 要辞职 这个还会经过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 像这个包律师刚才讲的 再过一段时间 你会发觉对吧 你经济上有压力了 对不对 房租也付不起了 吃饭也有压力了 小孩还有上学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会重新思考 但是疫情确实改变了整个的这个 人们工作的这个习惯和心情 那么以后怎么走 会不会恢复到疫情以前 我认为呢 不太可能了 因为大家都会在疫情当中 不管是不同的工作方式啊 还是新的软件出来 那个指的人们可以 所谓remote工作 远程工作 很多的事情这些慢慢在发生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过去的那种工作形态呢 肯定会 应该本原本也是要是 也是要再慢慢改变的对吧 疫情就是加快了这个东西 现在只是就是说是工作形态 改变的一个前期 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 只是不想回去上班对吧 慢慢慢慢慢慢大家就知道 哎我还是要上班的 那么就会发现发现新的方法 所以呢 这段时间辞职潮这个比较高 我相信呢 就是说是还会继续一段时间 大家习惯了待在家里 没习惯上班 希望他们过一段时间 又不习惯待在家里 需要上班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会产生一些 就是说不同的变化 慢慢公司也就会就是说 因为没有人来上班 工作还是要有人做呢 对吧 这个公司呢就会产生一些弹性啊 柔性的一种做法 那么就是说这个辞职潮 肯定会慢慢慢慢慢慢 越来越减少的 这个不可能 但是工作的形势呢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我也非常赞同啊 这个陈兄刚才所说的 跟包律师加起来呢 就无碍户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 加上工作方式 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其实我们对这个remote 这种远程的 这种工作方式呢 我们也是比较有感受的啊 作为这个媒体来讲 过去大家都喜欢是面对面的 这种是吧 这个采访啊交流啊 而且对于这种 在网上的一些虚拟的这种 zoom meeting啊 我们都还是觉得 有一点什么欠缺是吧 毕竟是 还是要有温度的一些采访 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啊 这包括主流媒体啊 大的媒体 大家都习以为常 而且我们也渐渐的适应了 这种啊 这个工作模式啊 因为啊 至少他也能够 比较准确的啊 来传情达意啊 那个表达一些信息啊 所以说呢 这个一旦形成了这种习惯以后啊 我觉得这个习惯很重要啊 那将来也会沿袭下去啊 那另外一个是呢 我们觉得在这一次职场上呢 还有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 就是说啊 这是一方面啊 我们看到呢 这个雇主在招人啊 不断的在招人 但是呢 这个另一方面呢 这个求职人员呢 啊 缺感慨啊 也也也在 其实也是在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complain说 尽管那么多人在 那么多工作的职位啊 在招 但是我们还是很难去求 一味难求啊 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矛盾啊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兄 那您如何看待啊 这种两难的情景 这个所谓的一山看着另山高 对吧 the gras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也就是说大家总是在 就是说是把自己的职位 和薪金的要求呢 定的高 那么大家总是看到更高的那一点 这个应该是矛盾了 对吧 这个雇主呢 总是想着用最少的钱 找到最好的人 对吧 这个这个雇员呢 总是说啊 我干最少的事情啊 拿最多的钱 对吧 所以大家呢 你一定要就是说是走到一个中间点 那么这个中间点是什么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 我想呢 我想呢 因为疫情发生了以后呢 待在家里呢 大家观望啊 生活形态 工作形态变化了 对于薪金的这个期望值也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现在应该说这个雇主和雇员磨合期了 对吧 就是说我怎么样啊 给工资 那个雇员是我怎么样要工资 很显然在现在这段阶段这个阶段里头呢 大家还达不了共识啊 总觉得这个达不到我的要求啊 那两个都达不到要求 所以呢 也应该说吧 就是说是磨合啊 磨合到一定的程度 恐怕也就只能够就是说 大家都会接受一个 那个雇主要接受提高这个位置的工资 雇员要接受这个 我比我的期望值低的这个工资的这个和这个时间 对吧 经过磨合 我相信这个时间呢 这个事情呢 经过一段时间会一定会解决的 对吧 那最近的新闻呢 我看到不少啊 都已经给大家这个提前啊 做了一个预防 也就是说 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呢 将会出现很多的物品短缺啊 当然大家也知道啊 目前Supply Chain也出现问题啊 这个很多的货物啊 在这个芝加哥啊 或者说是很多的这个港口啊 不能够正常的进入 而且呢 这个长途司机啊 也是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啊 这种情况呢 啊 我们看到不仅是一个啊 这个供货渠道的一个问题 同时呢 也让我们就是深层的去考虑到啊 一个Globalization啊 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啊 目前的一些就拜登政府也说了啊 我们要把这个很多的这个企业啊 这个加工业啊 要搬到自己的本国国土啊 啊 来避免这一种啊 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啊 那我们首先我们也知道啊 这这么多年来啊 呃这个国际化全球化啊 给我给美国啊 各个国家都带来了很多的益处啊 但同时呢 疫情就冲击之后啊 他也是出现了这个 可能可以说是一地鸡毛啊 啊 啊 那我想问一下包律师 那您如何看待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 这个供应链啊 啊 这样一个出现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啊 啊 我觉得这也是 这就是疫情的后避症啊 啊 毕竟疫情不不只是影响了美国国内 它是一个全球 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现象 而且美国有很多进口的货品呢 是来自于中国来自于越南 来自于印尼啊 来自于柬埔寨 什么什么各个地方 巴西 所以很多地方 他们自己国内也发生了 啊 很多就像美国发生一样的这个问题啊 啊 就是工人没办法去工作啊 啊 或者是啊 甚至发生了通货膨胀 货币的问题 各式各样的因素 码头没有工人 什么各式各样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现象啊 啊 没有办法单纯的用国内啊 啊 的政策来来来来补偿啊 啊 我自己觉得拜登这方面啊 不能说他完全错误 但是如果我们加强美国国内啊 啊 的这些加工业啊 很好 可是我请问他 那我们去哪里找这些工人呢 啊 因为我们现有的企业 天天都是都是在都是在招职 都是在找人 找不到啊 啊 所以呢 我我觉得 一方面 这当然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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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击疫情 是最最主要的这个任务 如果全球的疫情可以获得控制 那么这些问题应该会组建的啊 啊 就是自我解决啊 我自己觉得啊 啊 那么再加上啊 啊 美国啊 其实美国和加拿大和墨西哥 我们也是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啊 所以这并不是单纯的就是说美国怎么样 我们就好啊 啊 其实我们三个国家如果加强的合作啊 加强的啊 就经济上的来往啊 啊 可以减少美国依赖啊 啊 来自于比较圆的啊 啊 国家的货品就包括中国在内 但是包括很多国家在内啊 基本上 原来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想法是这样的 啊 但是因为各式各样架构性的原因啊 啊 就是没有实现 那么再加上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没有讨论的 就是说过去 其实美国跟任何一个国家一样 我们都是老化啊 啊 我们的就业市场一年一年 是出来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年轻人是越来越少 但是美国是有个秘密武器啊 啊 可以维持它的竞争力 那就是移民啊 啊 就是说啊 就是说 工也移民啊 啊 这个白领阶级也移民啊 啊 工程师也移民啊 啊 就是说高学历的也移民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一直在弥补一些动 啊 所以像现在 像我现在有个客户啊 啊 是一个工程公司啊 啊 我不讲它的名字啊 但是在德州什么全国各地都有office 这种工程公司 他们最近最大的困扰 并不是说啊 美国人你要给他加价啊 啊 或者是人家要的薪水太高 其实这些问题是其次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人啊 啊 没有人来应征 没有没有没有合适的人来应征 那是这样说 有有合适的人 几乎都是来美国就学的外国学生啊 啊 那么外国学生来就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经过一个很复杂啊 啊 又又不靠谱 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结果的一个移民的一个程序 就是就是H1B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乱 那么现在这段期间美国的舆论啊 都是打击移民啊 他们认为这些肮脏的外国人来美国来抢我们的工作 但事实上 这些工作没有太多的美国人来应征 啊 过去我们为什么可以维持我们的竞争力的这个水平 是因为每一年都有大量的来自全球各地的这个精英啊 啊 来来加入我们的就业市场 但是最近这个门不能说是关的啊 啊 但是这个门的确是拉的很紧啊 啊 就算H1B是有进 他还是他还是有做了 他照做了 但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 美国政府停止发签证啊 然后后来回复开放开放的发签证 但是美国各地的临市馆因为疫情的关系关闭了 所以没有人可以发签证的 所以有各式各样 那么再加上这两年啊 啊 来美国求学的外籍学生大幅减少啊 啊 所以我我可以预测两三年后 还是会有这种短缺的这种shortage啊 啊 那么这些工作对于美国的经济是非常的重要 就像就像我们我们陈兄他做的这个工作 对美国经济是非常重要 他不是在Burger King做汉堡 他是在做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 啊 而且像陈兄他做的工作 他是创造了啊 上游下游的很多其他人的工作 啊 所以我我我认为我们这些市场有有这个问 这个潜在的问题是非常的非常的大 我觉得美国人美国人不要再傻了啊 真的是不能说门都开放谁爱来就来 但是呢 对于美国经济有贡献的人 这是很急需要来开放 而且是需要合理化 必须让比如说我的这个客户 这个工程公司 必须有一个可以可以心理预测的一个一个过程 就可以知道什么人可以过 什么人不能过 大概什么时间可以过 可以来工作多久 嗯 对 那作为一个资深的移民律师啊 你这个大家都深深的知道啊 美国是靠这个移民的推动啊 来不断的发展 这个源源不断的这种生命力啊 那刚才您也讲到了啊 就是美国的移民政策 从川普时代啊 一直都处于这种关闭的状态啊 到了拜登现在目前这种情况 那您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哪些比较好的方法 来引进这个各种层次的移民 来这个弥补目前这个劳工市场的短缺呢 其实公平话来说 当然川普的政策是很糟糕 那不用说了 但是呢 美国这个问题是 还没有川普之前都已经是很严重的啊 其实过去美国两党对于移民都有 都有这个这个怎么说 精神分裂症 像民主党他是有分啊 就是所谓所谓的爱好移民派 但是他民主党里面也有工会啊 工会传统来讲是反对一些移民的啊 那么共和党来讲 有一部分是做搞企业的啊 啊他们他们是主张要开放 但是共和党内也有一些就是搞民粹的啊 就搞民主主义的 他是要关这个门 所以两个党都有这个毛病在 那么川普来了 的确是活上加油了 那不用说了 然后再加上疫情啊 你不管什么人当总统 总是有那几个月的时间 整个整个国家都关门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川普的人当然是利用啊 啊 啊大概一口气五六十个人啊 啊跟他的这个这个拜登的移民局的人开会 然后上一半他们开会的时候啊 啊这些移民的团体啊 啊给他挂掉 给他hang up 他们说我们也受不了你们了啊 你们老实在开口啊 承诺都没有实现 跟你讲话没有什么意思 再见 所以呢 由此可以看出 没有获得太大的这个进展 应该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 我想是很清楚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不管他们怎么给他一个定义 但是呢 对于美国经济极需要的这些人才呢 应该是有有有合理性的开放 所以的合理性就是说 可以让雇主有一个很清楚 可以预测的 而且可以故估 估计大约需要多久时间啊 的一个一个申请的过程 有人主张就是说 过去两党都有人主张是说 来美国求学 如果是属于那种小stem major 像工程师啊 数学什么就是那些 很少美国人去主修的 这些major 你毕业以后 你的毕业证书盯上一张绿卡 有人这样子主张 当然我想这个可能性并不高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因为我在 我在亚洲住了二十几年了 我也看过别的国家的移民制度 像澳洲啊 加拿大 他们是用分数 他们是用分数的一个制度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 你瞒了什么多少分 过关他就给你卡 我不晓得是几分 比如说我们假装是100分 你如果会说英语法语 给你加20分 如果你在加拿大有有亲戚 再给你加个10分 如果你有高学位 好给你加50分 什么打打打打打打 用这种方式 你酒驾 你酒醉开车 扣20分 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很好 不但是可以用在技术移民上面 也是可以用在家庭的移民方面 我们也别忘记 其实我们看到外面很多这种苦工 像麦当劳 Burger King 什么这些地方 你看里面工作的人是谁 要么是学生嘛 不然就是移民 很多这种移民的是家庭移民的 他们是属于第一代的 他们在美国愿意吃苦的人 这也是非常的短缺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们在Houston是怎么样 在Dallas这边 很多餐厅到现在 它的dining room没有开 没有开的原因 不是因为有什么规定 是因为没有人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合理的移民的制度 对 那包律师 这个刚才也强调了 美国的这个移民制度 要期待于 重新做一个调整 来适应目前这个新的 这个疫情之后的这种需求 那我想问一下陈兄 作为这个business owner 你也有很多的感触 特别是目前 这个inflation非常严重 过去我们常说 这个通行呢 也只是暂时性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 这个通行的这种阴脉呢 可能在短时间内 将挥之不去 而且会影响到一系列的问题 美国的债务啊 包括这个疫情之后的恢复啊 包括这个各个生产地的发展 那我想问一下陈兄 您作为这个业主也好啊 这次疫情 您认为美国最需要汲取的教训 是有哪些呢 这个其实这个比较大 美国呢 美国呢是就说 应该说呢 在疫情的最开始呢 对这个对这个病毒呢 的危害性啊 认识不够大 本来呢 按照道理来讲 美国作为全世界的这个科技强国 因为他们在research这方面 包括这个生物学啊 这个医学 这个病毒学 这个research上面呢 是很强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病毒的认知 我认为呢 呃 在我现在看来 就是说 总是应该比那个时候 就说 呃 好像就说是可以控制要好得多 但是事实上呢 就是说 他对这个病毒的这个危害性呢 确实是没有这个 呃 就是这么深刻的这个认识 这样的话呢 可以在最初的阶段呢 把这个病毒呢 控制的比较好一点 对吧 啊 到了后来了以后呢 似乎病毒呢 是更聪明一点啊 这个spray的速度呢 就是相当的快啊 但是呢 这一点呢 就是说是 呃 随着美国强大的这个科技呢 应该说呢 就是说我们是一种 就是正确的方法 好 在慢慢使得这个呃 病毒呢 疫情呢 那个受到了一些控制 呃 通货膨胀呢 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疫情呢 疫情的发生呢 就是有 没有很多的人工作 各个方面的这个工作 也都slow down 对吧 你包括农产品也好啊 这个畜牧业也好啊 包括工厂也好 那对吧 呃 这个所有的这个用工啊 这个生产 都受到了影响 再加上您刚才也讲了哈 Globalization 对不对 这个全球的这个供应链 那在疫情的打击下呢 受到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 特别是这个中国呢 在这个供应链里头呢 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啊 中国的这个疫情控制呢 又是一种不同的这个方法 实际上在供应链 中国的这个控制 它是控制就是说是不准靠岸 不准出去 那这样的话也是对这个供应链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相信呢 这波疫情过后呢 对供应链啊 Globalization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反省啊 就是说是又非常深刻 其实全球供应链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 大家呢相互制衡 但是呢 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政治上的因素啊 大家把这个事情想的太简单了 所以这个供应链变成了就是说是 我就是故意要制衡你 而不是相互制衡啊 对吧 所以呢这个 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圣诞季啊 肯定是大家会感觉到比较不方便 好 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啊 就会买不到 对吧 你特别是一些很常用的一些东西 因为 比如像圣诞季啊 这种东西本来原本很便宜的 对不对 现在可能买不到了 是吧 因为这种便宜的东西 你要是运输也好啊 港口也好啊 肯定它是最后一个在考虑这个事儿的 对吧 所以今年的圣诞季 大家恐怕都要知道 就是说是比往年呢 所谓的艰难 就说是另外一种艰难了 当然回到这个通胀这个关系 我们现在每个人呢 确确实实在感受到 像我们一直比如说 Shopping这个Costco 你基本上感受不到 过去几年里头 你感受不到Costco的这个价钱的变化 它也变化 但是呢 最近这几个月Costco的价钱 就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 对吧 你不管是买其他的东西 买肉也好 买其他的东西也好 你会发觉 诶 这个上个星期还是这个牛肉 还是10块钱的 这个星期就变成13块了 对吧 这个就说这种价格的这个增长呢 是真的是肉眼可以感觉到的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 对吧 前半的30年 前半的几十年 你真是就说是觉得 好像这物价没怎么再变化 对吧 可是呢 最近的这六个月里头呢 物价的变化非常的大 我相信呢 就是说是 那刚才这个包律师也讲了 经济学家都没有一个 统一的这个认识 但是呢 美联储恐怕会要加息 对吧 因为它现在的利息是处于 历史的最低点 它要加息呢 使得人们就是说是 Slow down Actually 就是说 不光是让通胀的速度 Slow down 发展的速度也要Slow down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就是要达到一种平衡 所以呢 利息肯定是要加的 什么时候加 恐怕就是在最近了 对吧 嗯 刚才盖兄问的就是说 大家要注意什么 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讲了 但是题目比较大 比如说 你对这个全球供应链 肯定会有一个反省 对不对 有些东西没考虑到的 现在要考虑到 其实我一直觉得 全球供应链是一个 让全世界各个国家 各个不同的族群呢 就是相互和谐的一条 非常好的路 可能是走的太坏了 或者是大家想象太好了 发觉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诉求 所以这个全球供应链的这个 Globalization的这个速度 肯定要降下来 变成一种区域性的合作 这个应该是说 有感觉就是各个区域之间 可能合作加强了 这个区域区域之外的这个合作 可能会要之后 对吧 这是一点 另外呢 就是说是对疫情的这个防控 恐怕这个美国的FDA也好 CDC也好 包括政府呢 恐怕会就是说反省 就是说以后 这肯定不是第一次 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就这么大的疫情 以后肯定还是会有的 所以呢 有效的这个应对这个疫情 肯定是今后一段时间 那些某些政府职能 职责功能的这个单位和这个CDC啊 疾病控制中心和这个FDA 需要面对的这个东西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系统 来应对新的疫情发生 新的疫情一定会发生的 对吧 是不是就是说是很快就会发生 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这个呢 一定会有一种探讨 另外就是说刚才讲到的 我们的生活方式肯定会有变化 那这些变化 这个就会影响到这个后面的这个生活 另外呢 生活方式也包括 呃 那在美国这么多年 我也是越来越觉得哈 美国人对就是说是呃 买卖的东西哈 就所谓的货物呢 蛮不在乎的浪费的事情很大 那么这个疫情过后 供应链产生了这个问题以后呢 我相信呢 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对吧 因为你不需要有三十双鞋子 放在鞋柜里头 对吧 你可能只需要两三双鞋子 是不是 我相信每个人就是因为 哎呦 这便宜买回来 有很多的鞋子和衣服 一次都没有穿过 我相信慢慢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会就说是变得精打细算 不光是精打细算哈 在资源的浪费上面也会呢 美国会不会就说是变得像中国 这么样解约 那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美国人会慢慢慢慢变得这个 节约一点哈 对资源的这个认知浪费呢 会不那么严重 这也是我学的就是说是现在可能 人们要慢慢面对的东西 不是说讲了 其实很多人都在讲 我们要这样做哈 但是呢 往往都是这 这么好的价钱哈 这么好的东西哈 有人不能不买啊 所以现在呢 就要慢慢就说哎呀啊 我可不可以就说我如果不用的话呢 我就不去买它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也会对这个整体的资源啊 环境呢呃 产生一种这个推动的这个作用吧 所以我认为这几点呢 是可能我们今后呢 就是说会改变的地方 对这疫情呢 从根本上呢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啊 也是值得我们这个进一步去探讨啊 那最后呢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想问一下包律师啊 最近我们又看到了不少的新闻啊 当然也是跟目前的 我们这个现实的现状啊 产生了很大的抵触和矛盾啊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在美国各地啊 出现了不少的这种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是罢工事件啊 我们说这个也是给人的感觉 好像有点突兀啊 特别是在好莱坞啊 有一些特别是一些这个 这个其他的行业啊 opportunism 但是基本上 就是说很多地方 尤其是在美国中西部也好 纽约啊 洛杉矶啊 很多地方是有工会的 那么工会的 他们是看好机会 现在就是要求加薪的时机 为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雇主是最缺员工 最缺劳动的一个时段 而且最近真的是不少雇主 像Amazon啊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在疫情期间真的赚了大钱了啊 所以雇主并不能不能喊穷 说啊我们最近 然后我们要维持开销 他没有这个借口了 是不是 有很多行业其实是很赚的 所以他们就看好了机会 现在就是去动手的时机 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 因为这是一个 老动也是市场啊 我们也是市场主义的 那么这个工会的这种 trade unions啊 他们也是player in the market 是不是 所以他们也是看好机会 而且别忘记这过去的几年呢 美国的工人 尤其是美国的工业 工作的职位 是一年比一年的少啊 所以呢 现在是好不容易 有个机会可以再增加啊 一些一些机会 工作职位啊 所以这件事工作职位啊 对于工会来讲 他们一定要坚持 第一个应该是有工会啊 第二个应该是条件好一点啊 不要再给我当作廉价劳工啊 啊来来对待 所以呢 那他们这么做会不会 会不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 嗯 多多少少应该会了 但是应该不至于说 会造成美国的经济颠覆了 我想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啊 因为毕竟一些工会 今天的工会 并不是50年前的工会 嗯 50年前的工会真的是 呃 跟很多是跟黑道 有刮钩的啊 你想 Jimmy Hoffa 什么这些人呢 基本上 他们就是勒索啊 这个这个雇主啊 啊 当然也有也有 也有正派的 但是很多像teamsters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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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叫什么 卡车司机啊 卡车司机啊 啊 就是走向正派啊 这样不是玩的太过分就好了 因为呃 很多人都是主张就是说 这些manufacturing啊 就是生产业 应该是回到美国来 好没有错 但是如果这个manufacturing回到美国来 那么美国人的工资太高 或美国工人太挑 那你还是不成功 像我记得之前 之前不是很多媒体报道是说 美国是要说服台积电啊 在美国设厂啊 然后台积电同意 他们要在美国设厂 但是那个台积电的创办人 那个张忠摩 他曾经说过他看这个事情 不是很看啊 并不是说他他他他他没有讨厌美国 没有什么反美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台积电在台湾 他是用台湾的就是 就是亚洲人习惯的方式来经营的 很多人是很自愿的去加班 去做苦工就是就是 付出付出的精神 但是你在美国你如果拿了这套 来管美国的工人可能 可能不会成功的 就是带了一批台湾的这个长官 跑到美国来开始去管美国 一定会有很多的反弹 那么过去日本人 来美国开汽车工厂 曾经在80年代 不是有一段时间 发生了很多摩擦 可是后来逐渐的解决 那么现在日本 什么丰田汽车 什么Honda 他们在美国做得很成功 德国的什么BMW 也是在南卡州 有个工厂也做得很成功 但是付了很多学费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不至于说 会造成美国的经济失败了 只要是不要挨得太过就好了 我想问一下陈兄 那您如何看待这一次的 这个美国这种罢工事件呢 嗯 我跟这个包律师的这个 那个想法差不多 罢工呢也是一种 就是说是制衡的手段 这个我相信现在的工会啊 比过去的要聪明很多 因为他也必须要判断 就是说是他这么做 能不能达到目的 对吧 因为就说是如果你这么做 达不到目的最后牺牲呢 还是工人的利益 对吧 所以呢就是说 任何的事情 实际上是一种博弈 对吧 所以其实罢工 没什么可怕的 因为劳资双方的话 自己都各有各自己的诉求 对不对 资方也不卷得就是对的 对吧 这个劳方呢 就说是也不能过分的要求 一些就说是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最后呢 罢工的目的是为了达成这个和谐 就是compromise 对不对 一定是 所以我相信呢 就说是不要怕罢工 这个罢工一定会就说是产生最后的结果 使得大家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了 因为美国呢 并不是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国家 对不对 大家呢都是要有各自的诉求 大家各自达到了各自的目的 一定还会继续下去的 否则的话呢 饭从哪来啊 钱从哪里来 所以罢工没什么特别可怕的 也不可能影响这个 我认为也不可能影响美国的这个景气 好的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 我们的常务嘉宾呢 跟大家一起探讨了一下 这个疫情期间 这个出现的一些这个辞职风潮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劳资之间 职场之间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 非常感谢这个包律师 还有陈兄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见